好了,今天說了去張君老,又說了去堆田區 就要回來了,大哥 是,你要問我張君老的感受 我又想回到究竟會吃和不會吃的東西 因為我們這行有很多自稱會吃或者真的會吃 或者什麼會吃的人 我定義會吃 可能他是說得出這件事,為什麼好吃不好吃 而有理據的,我覺得這樣叫做所謂會吃 你呢? 我覺得要看你的身份是什麼 你的身份,這件事很多人不是說有錢窮 不是這種,而是 因為我們通常去吃東西都是帶著一個角色的 譬如我們寫東西,一個作者,一個記者 一個作家,一個評論人,一個科學家,一個養酒師 是不會讓人進去體驗和得到那個結局 和輸出都有不同的定義 最簡單,一個記者才算 那你進去吃東西 那你當然要有各樣的背景資料 你知道大概 因為其實一半小時都重要的是因為參考 現在我吃扁皮鴨才算 那你首先 腦中很哲學,你的理形式 一隻扁皮鴨應該是怎樣的 至少不是一隻鵝,如果是你進去餐廳 那你先有一個理形在路上 有一個參照點 那一個扁皮鴨大概是什麼味道呢 那你應該要吃過幾次 大概都要 還有怎樣呈現那個扁皮鴨 那不是的,第一件事你會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會說自己是創新和傳統的 那你其實這個叫做時間點比較 就是你要找一個點去比較 你現在面前的東西 但有時候很有趣地 創新可以是傳統的 他只要跳過你認知的那一點 他就叫做創新 他可以拿多一點的 譬如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牛仔褲 他現在興起闊腳牛仔褲 是叫做創新 其實他跳過你摘腳牛仔褲的那一點 去到前一點而已 他那時候是復古的 那酒釀有這樣的例子 即是現在很流行那些有機釀 養的酒釀 因為以前 咦,說真的,你想想 幾千年前 或者是 格魯吉亞那些 都不用幾千年前 其實在二戰之前 當那個法國工業 還沒這麼先進的時候 其實他們不是想有機還是沒有機 他根本的做法就是這樣 他不能選擇 是 當一些新的科技出現 新的想法出現 新的市場出現 他就開始了新的營運方式 那些電視營運了某一段時間之後 變成了大家集體的印象 然後再被一些傳媒 歌功順德或是 包掌或低扁一輪之後 他成為了傳統 然後堪了人的機器裡面 我們又形成了一個既有的印象 其實譬如我們聽長輩經常說 香港是這樣的 但如果你再看歷史 香港不是這樣的 又或者很多人喜歡說 一個菜是怎樣 因為當時我們把某一件事 定格於某一點 那不是一定錯 而是你要知道自己定格了哪一點 拿著什麼回來 因為如果你把時間不斷向前 或者向外推移的話 其實歷史是活的 當時的人 好像我們媽媽一樣 在街市買菜 即是懂不懂得吃 就是看你懂不懂得去比較這些 其中一個就是 其中一個 這個做法就是 因為我在說你的前提 你要記者 你要比較 你要比較 你會告訴讀者 你到底那件事是什麼 然後你才去判斷這件事 如果 你應該這麼說 都要看 我現在做一個編輯的角色 如果我去想這件事 都要看你的論述的長度 你到底要有多少空間給你 因為以前我們 子本那時候很限制 現在你網民就瘋了 其實可以無限長的 只要你的讀者能夠忍受你就可以了 我寫四千字就可以了 但我們以前其實寫八百字爆 其實連張照片哪個位置等 所以其實不同的情況 真的有不同的處理 但必須要有這樣的參考點給自己 這個其實不用做 是任何人都要的 其實 不是因為你說的那個記者 那件事是他的職責 或者他的功能 沒錯 那他回到原本 就是他本身的人 他懂不懂懂 就是他有沒有這樣的 reference 是不是這樣想 是 因為在你這個角色裡面 懂懂懂 你就有這樣的規矩去跟著 你的設入和輸出有根據 那平時一個人呢 例如在聽聽眾 如果你一個人的話 如果你是不需要任何輸出的話 你不需要面對群眾 我叫這些是不需要理會的 因為你是一個自我享受 自我享受的東西 其實你不需要被人交代 其實你喜歡一個女生 是不需要交代的女生 跟我說你的女朋友有多好的 因為是你跟你的女朋友的關係 就是個人的感受 這個叫日記 如果你希望和別人交流的話 你想有一個有意義的交流的話 請你想好幾件事先 第一 說一段話 你想說給別人知道這件事的話 那你有沒有reference point 你說那隻很肥美的那隻雞 那一隻肥美的雞 其實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一隻 通常客觀定義上 這些雞會成長到幾大呢 這些有數據的 如果這個角度去討論一件事是可以的 當然這個角度去討論很悶 那一頓飯 是啊 但是如果你是一種很資深的食 關於食的記者 你可以不說 但是你沒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 我問那些火雞是怎樣做的 為什麼那些火雞這麼大隻 這些是專業的範疇 他們要做這件事 譬如現在我們這個世代 有很多叫foodie 或者每一個人他都覺得自己是 開銀號、生銀號、食評家 因為他們可能自己有一個page 或者他有一個群組 在facebook那裏 那他們是版主 他們就是權威 他們就是用自己的reference point 其實有幾樣東西 第一 其實我從來覺得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幾位傳媒 在這個年代其實是的 每一個人都是KOL 每一個人都是KOL 我都是King of Loser 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是你先生的KOL 你是Kowloon OL 不是 每一個人都成為KOL 只要你有聽眾 你就是KOL 那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聽眾的 是的 問題就是 第一 你開了一個 我當我去想一個boss才算 如果我去開一個食評 我不知道 我叫coastwide才算 你會想叫什麼名字 一定有些很爆裂的 我不用想找真名字 真的嗎 不過你的名字也有點假的 其實我也是 對 好像那些三角演義出來張鼎原 OK 說回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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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別人溝通 我現在說的是溝通 我不是說一些好不好溝通的定義 我要別人明白我先說話 你reference一個方法 怎樣呈現味道的方法 其實如果說走 我覺得最有名就是 村上那本 如果我們這件事 威士忌 其實它裏面不多 關於威士忌那個 很科學的知識 其實不多 還有 很情感上出發 很多如果我們這件事的感覺 這也是一個門路 去討論一件食物的 其實 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叫做情感比較 它有一個reference point 它透過這件食物 帶給你的感覺 這個感覺是 它在心目中有一個reference point 這個情緒的reference point 我和這個食物的reference point 在這裏 那你可不可以建立到這件事呢 簡單來說 很多時候看一些網民說 你當作搞笑電影 這個真的好像我初戀一樣 但問題是 你可以這樣說 不是每個人的初戀都這麼甜蜜 沒錯 每個人的初戀都有不同 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你的初戀是怎樣 是的 那你多說一些 因為初戀是共同語言 但是初戀的內容 我想知道 你的細節是怎樣 那你和酒有什麼關係 最簡單就是 不是的 我初戀的時候 其實是中三的時候 和那個女生 偷喝了一瓶葡萄酒 就是這瓶 就是那個偷偷地嘗禁果的味道 沒錯 那我們就想知道那個禁果是怎樣 當然 那我就會寄到一瓶酒 就是你 適合點點 有很多東西可以寫的 就是剛才我說 這個就是 就算作為一個記者 作為一個作者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設計點 去討論一瓶酒 那你要呈現好不好 就是在這裏 他這種方向出發 我會覺得他是用個人魅力 和文學的語言去搭舊的 一個很浪漫的呈現方式 就是他用他個人的感受 希望你可以新同感受 譬如春上春樹 他當然是令到你新同感受 譬如我以前喜歡書國志 我也覺得好像跟他在台北散步 如果我是愛文的話 我喜歡Nigel Slater 即他們的文筆是令到你 其實可能 你未必喜歡吃Black Pudding 即英國人 Nigel Slater 你未必會喜歡這些血腸 但他會寫到令到你覺得 不如我也試一下 我會覺得那個是 對於我比較浪漫 我覺得是比較貼近我 認為比較好的食品方式 反而就是 你跟我說今天這個壽司飯 就酸了一度 又怎樣怎樣 這個蘋果又甜了一度 其實對我來說是 食物科學 即他不是一個食評 可能走走走走很遠就食評 其實食評論 永遠都是subjective 永遠都是主觀的 即你不可以跟我說 我很清高的 我拿幾張單給你看 我自己去吃 我一定沒有偏見的 沒有可能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舌頭和他的情感 今天你順不順利 工作 你去到找到廁所去 這些其實都可能會影響到你過一頓飯 我想這裡有幾樣東西 其實在蘇格拉也吃過這個血腸 我也推介 如果天寒地冬 加杯威士忌 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又飽暖 很暖 你不是當是吃潤腸 不過是超級的 這個潤腸 好吃我也喜歡 我也喜歡 我也喜歡 這個題話說 有機會一起吃 但是我覺得 有兩種問題 第一就是 不呈現自己的身份 去吃一個食物 這個當然 這個前提是甚麼呢 你是一個人 假設我 你的廚師一定認識我的 看到我 一定會做一些最好吃的東西給我的 我就慶幸 我不是慶幸 我不慶幸 我不慶幸地 我不是這種人 我也不是 所以我基本上 都是處於一個匿名的狀態 簡單來說 我要付費 處於匿名 所以我從來都不用考慮這件事 還有 因為我通常 酒有一個好處 酒質其實 有幾萬瓶 你那個瓶子 斷工不會知道 這瓶跟那瓶有甚麼分別 都是拿出來的 都是喝的 所以酒有這個好處 我這個匿名性 我真的不限地很舊 所以就不用考慮 但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 用主觀客觀 剛才開始講過一個字 就是用主觀客討論一件事 其實很 很意圓化 其實我想用很難聽的字 我想要怎樣比較好聽 你可以用一些難聽的字 其實我覺得很小朋友 可以了 收機 麻煩你 其實是這樣的 當然我們討論 剛才開始講了 有自修兩個方法 因為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一對流去看上去 然後延伸下去 那你再想清楚 就是 你如何地 主觀都會受到外在環境影響 是不是 如何客觀都會受到內在環境影響 其實我覺得 重點是你的理據和描述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預備成為一個 想在網上寫字 也要有人看的人 或者在網上講的也要有人聽的人 你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如果不是 你不需要的 我再強調一次 如果你不是想要 變成網紅 或者KWL 偷些事情賺錢的話 千萬不要想太多 其實因為寫作 可以隨意地說 和隨意地寫作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絕對是 是啊 其實你不要剝削自己這個 這麼美好的樂趣 是啊 不過剛才你說到 所謂主觀客觀 我有一個例子 就是現在很多人喜歡吃Omakase 尤其是這兩年 因為很多人不能飛 如果你有錢 你平時就飛去日本吃 因為香港沒辦法 結果每一間日本餐廳 都會去吃Omakase 越貴就越難預約 基本上 五千元以上的那些 麻煩你明年見 三千元以下的那些 電話都不接 也建構了 有一個新的群眾 就是他們喜歡吃Omakase 就是他們在貼貼 我們吃了什麼 就師傅 怎樣怎樣 我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他們很喜歡 說那些師傅 是對熟客好一點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 踩自己那些 吃得不好 搞錯 他又給多一點海膽 我那個又金魚又不好吃 不夠新鮮 今天飯又酸得到 但他們不斷說 強調一件事 就是師傅不公平 就是偏心 首先 他已經覺得師傅偏心 所以他覺得他吃的東西 一定不好吃 這件事是所謂的主觀 其次 就是 大哥 人家為什麼做得熟客 金錢堆砌出來 是不是 那個關係 其實 不是你想得這麼浪漫 金錢堆砌出來 人家一年給幾萬元吃這間餐廳 他為什麼不可以要大舊的海膽 是不是 就是 熟客和生客就是這樣 你只能吃一餐廳 你只能吃一餐 你就想別人狂給你 真的 我覺得這個很香港買 最後就是 其實 我媽卡車本身 我們中文譯 是廚師法版 例如你去到日本 我們的體驗就是 廚師法版不會給你一個 很實際的菜單 他不會寫明 今天吃多少次生 今天吃多少菜 他不會 很多時候就是 你真的信任廚師 你對餐廳有信心 你去到他就會餵飽你 基本上是 而且他們的師傅是 觀察入味 他可能見到 張鼎元你 大吃吧 大家知道 再給你幾件 你Gloria要小吃 誰知道我又大吃 但他會給我少一點 或者飯做小一點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是 我媽卡車的美妙 而驚喜而由 有些浪漫 有些隨機性的地方 很不幸地 來到香港 或者去到外地 其實不只是香港 我留意到其實新加坡 都是這樣的 他們可能會列明 直接送的名字都寫出來 你一看已經知道自己吃什麼 有好有不好 寫清楚 還有不浪漫 我又這樣 我覺得熟客這個遊戲 是挺好笑的遊戲 是 其實做生意 你小時候有沒有聽過 鑽石級會員 有啊 還有 M-Way那些 但這個其實還不是最初 最初那個遊戲叫同軍 你多個張是不是很威風 這個是熟客制圖來的嗎 是 因為你多了個張 熟客就是多了那顆 譬如多了一度 是的 多到鮑魚刺身 是 那你 其實 熟客到這裡送的 它有兩方面的 第一方面 它令到熟客在整間餐廳裏面 威 威了 錢其實次要 威 因為它可以將牽到 它和餐廳的關係 就是好像 由同軍考多個張一樣 你現在就不用排最後了 你可以有幾個小朋友 給你碰 你的胸口多顆張 對吧 即是跟那個壺圓一樣 即是跟那些 Cup House一樣 這個呢 騎士級的 這個騎士級的 哈哈哈哈 他就 你就是公主級 是 騎士級公主 所以騎士是高於公主的 你就可以預訂這間餐廳 對 這間房間 你要reserve的期是14天 公主就是12天 其實是金錢堆齊出來 但是有透過這件事 其實在鼓勵你消費 是啊 他 在客人來說 當然是金錢對齊 但是 如果客人其實不是很住在 我得到這一種 可以 便利 我當便利先 我們首先想 不要想去 便利 其實都有好處 是的 那麼 一家便宜幾家 我真的想去那些 有些派對的 那些 捧個蛋糕出來 捧酒出來 插了煙花 他有這樣的狀態 火盆 是有這樣的狀態 那是不是好不好呢 其實 看你是什麼人 還有你那個場合 需不需要 即是如果我要 請客 我跟我師傅這樣 有識做 這個 張先生特意叫我們 都留給你的 知道你來的 那你又覺得 另一個場合 另一個場景 和你一種意義 所以我經常說 要先看狀況 如果很不懂 就是我昨天跟你說 那時候 什麼麻辣火鍋 這個例子就是 是 為什麼你講來聽聽 譬如 見客有兩種客 是 一個就是你很想做成一項生意 另一個就是 你很不想做成一項生意 如果你有一次吃飯 那我昨天說 譬如你去吃 我們選中菜吃一下 比較穩固 但是你如果很想做 不想生意 你要去吃一些很激烈的地方 吃飯 或是很激烈 辣到非的麻辣火 因為我不吃辣 你跟我一樣有 很吃得辣的樣子 但其實我也不是很吃得辣 這一種 就是看餐廳 這個麻辣火 這個例子我再慢慢再講 但這個就看到餐廳 所謂這一種制度 就是一種熟客制度 後面背後的哲學邏輯在哪裡 或者運作邏輯在哪裡 我想說 第二我想說 我叫文化分野 但其實它是來於一種成本分野 背後最簡單的字就是信任 基於信任 所有東西都可以便宜很多 會不會很便宜呢 譬如 最簡單的 日本的運作成本 就是把菜皮放在那裡 然後自己丟下的錢拿菜去走 即是你看電影電視 其實你覺得 人間何世 即是那些電視節目 叫小朋友自己去買菜 那些 當然他丟下的錢 然後拿去走 那裡沒有人賣東西 其實沒有 你想想 或者叫狗仔出去 單條衝回來 都可以 我也想試一下 我想叫他到下面的超市 單條衝回來 沒有人阻止他 沒有人阻止他 基於這個信任制度的話 所以他對於廚師去掌控你的飲食 那個量和價錢 是很有信心 你相信他不會騙你 但是來到其他國家 因應不同的民情 國情 那一定會顯身一種 本土化的 對不對 這個東西不是好還是壞 這個是適應 是一個適應 必然的 必然的適應 因為我們會 我又不認識人文 那些我又不知會給我一些什麼 有個餐單寫明 其實說真的一句 寫明又真的懂嗎 又真的蠻好的 原來有十幾道 通常都說 三千元有十八道 值得 三千元有海膽有 值得 這樣 我自問我也是這樣 判斷了 那我也去了 不要說別人 我也是這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也會衍生 我又不會覺得 這個最大惡極的事情 或者什麼 只是一個叫做 水土的適應過程 但也在反映這個地方裡面 怎樣看事情 即是反映了民族性 或者某一件事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 香港人均真 就是 如果出席一點說 你駛在內地 我想更均真 我想那個飯也要清一清 是啊 真的 其實他們的菜單是很長的 是啊 很細緻的 很細緻的 是不是真的怕別人騙他 其實 我想兩者都害怕 兩邊都害怕 兩邊都害怕 像這個飲食體驗的流暢 寫清楚是好一點的 是不是 但其實 新不新思是沒有辦法寫的 可能再加上有效日期 再加上 還有我覺得 因為現在有社交媒體 說真的 你就算 寫不清楚 你就這樣上去看 你都知道會有些什麼 即是沒有說以前 那樣是浪不浪漫的 說真的 如果你吃完整個阿瑪卡斯 才發現 沒有吃到海膽的 為什麼 這樣 那就不要 那師傅在你腳上的海膽 對 踩住了 看你皮膚敏感 看你皮膚敏感 不要吃海膽 這樣